20條等下做金車用的 來,再揚最後一次 這裡側的應該就好了 20針 可以嗎? 就有點不太興趣 我不是差0.62嗎? 我是要讓我的刀子往回走0.62嗎? 那你剛才不是在0的位置嗎? 我剛才是 我剛才是在0的位置 我是往回走 這個一個中格不是0.5嗎? 一個大格 這個一個大格不是0.5嗎? 這裡啊,0到0.5才會有標記 這邊往回走 不是也是一樣0到3.5 這邊才有標記 那這樣子一個中格 代表是0.1 0.1 所以我剛才是 進到這個位置 5個中格 又再加一個中格 6個中格 又加一個小格 這個一個小格是0.02 這邊有寫 那我的刀子 這邊已經做到了 已經切到這個位置上了 對不對? 那我等一下 我的刀子是要讓它往前走 往前走是順時針 所以在這個地方順時針 把這個間隙消掉之後把它歸零 接下來這邊才是重點 你要去量你的這個刀寬 這刀寬大概是4.7左右 這刀寬大概是4.7左右 什麼意思? 我這邊是0 可是我這隻是我的刀子 我的刀子從這邊切 對不對? 這個是我歸零的地方啊 我的手背 這我歸零的地方 刀子是在這 我是不是要這樣切下去嗎 剛剛是這樣切下去 所以你最外側這個地方 是從0一直到最側 最段距離是4.7 是刀寬 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的寬度要做多少? 10啊 所以我這邊隻就要往前推 我用複製刀出來進 你往前進的這個距離 不可以超過刀寬嗎 例如說我給它進一圈 一圈就是4米0 就是4米0 我先進一圈 然後切到一樣的位置 再兩一次 看喔 小心喔 然後切到3.8的位置 退刀 然後我 我的這個槽寬要量一次 這槽寬我是要做10 對不對 這槽寬要做10 那槽寬我要這樣量 用上面這兩個 一對 對這個位置 目前是 呃 8.7左右 8.7差多少 1.7 1.3 對不對 那我就 這個地方做1.3 你看喔 放鬆 往前進1.3 1.0 1.1 1.2 要接近了 輕輕敲 你如果要做準的話 這一定要到尺寸 就是輕敲的方式 OK 來 接下來就往前刷 一樣 切在一樣的位置 1.5 3.4 4